持续了数年的谈判,最终,俄罗斯还是失去了最重要的能源伙伴。 主书的鸭子就这样飞了,据《华尔街日报》10月22日报道,德国在评估了多年后,同意向美国液化天然气开放市场大门。 这意味着未来美国天然气将进军德国市场,再过去,美国天然气想要进入德国市场几乎是不可能的。 由于认输成本原因,它比从俄罗斯进口的价格高出约20%,因此,德国此次答应向美国进口天然气,也被认为是最终向美国妥协的表现。 为何这么说?在去年G20峰会期间,美国就点明道姓,趁德国营能源问题,成为俄国人的俘虏,又威胁谁跟俄罗斯建北西二号管道就制裁谁。 此后,欧盟在原则上已经向美国松口,同意进口美国天然气,而德国态度也随之放软。 众所周知,俄罗斯在能源领域,已经与德国合作得相当深入,这也是两国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能保持互不对抗的最重要原因。 在2017年,俄罗斯为德国进口天然气贡献,了大约45%,随着北西二号管道的开通,合作只会越来越密切。 美国眼看欧盟的主要领军人,在能源问题上扮俄罗斯套牢,外交这个诱人的大蛋糕,他们就都放施压,最终促成了德国的开口。 当然,对美国开放能源市场,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完全取代俄罗斯。 德国官员表示,伯列斯拒议,在缓和美国威胁制裁北西二号项目的压力,未来俄罗斯的能源仍然是德国的主要领寸点,只不过原本北西二计划将俄罗斯运往德国的天然气产量翻一翻的计划基本泡汤。 作为俄罗斯的主要经济来源,能源出口一直以来都是其核心利益,伴随着几个主要项目的开通,例如东线的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以及西线的贝希尔管道,俄罗斯有望在未来十年内缓慢的恢复经济发展。 然而,美国明显不希望俄罗斯有喘一口气的机会。 即使在对伊朗石油出口制裁问题上,美国给了俄罗斯一定的好处,但这仅仅只是为了服务自己的无奈之举,两国的长期博弈还愿意结束。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